農曆八月 上星或太陽的處女座 自身整體雲勢會如何 今國農曆八月初一 新月就是發生在 你們處女座 那裏 這裏我們就叫一個 命公 自己本身命公的新月 如果認識Astrology的人 都知道這個就是 一公的新月 如果你的上星星座是在處女座 如果你的太陽星座 就儘管看看這個新月 和你的太陽會不會有很近的合相 那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 我就告訴你 這個宇宙都代理不博 不要說這個宇宙 好像很不敬 宇宙大大對你們很不博 就有一個先苦後甜的現象發生 而苦的 苦的事情是否一定會發生 就未必 就真是根本是 你們本身的太陽位置 在哪裏 又或者如果 這個 上升 上升的公位 那個公投 我們叫公投 說得越來越深 那公投為止所在 就看看這個新月 會對你構成一個多大的影響 OK 那就看看會不會發生 以下這些所謂的苦房 但是無論如何 苦就未必一定發生 但是甜的事情 99%都會發生 所以先苦口甜 還有甜的部分 就算 你會覺得 一開始可能有點不舒服 因為這些是比較大的變法 但其實是為了中和你的苦味 當然我希望如果你沒有苦味 那就最好了 直到我已經說了什麼 是不是說到有點亂了 唉 不好意思 我都覺得有點亂 但是我 畢竟都說了兩分鐘 我都免得重頭錄過 如果你有些人聽不明白 你可以停下來 慢慢自己去思量一下 我說話的理論 那苦的那部分 會有些什麼狀況發生呢 OK 第一就是 一些感情關係 就是 沒有水頭髮來的 爛尾收腸 並不能夠開花結果 OK 所以就 就是在這些時候 你就會學會是痛還是思痛 OK 因為 就是 不結果 那你想怎樣 是不是 那你 你沒有東西可以催生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說種植物 可以加些肥料 加些什麼 泥土 這樣給它 那別人不喜歡你 或者 什麼都好啦 OK 沒有結果就是沒有結果 是不是 那是一些感情關係 又或者 就算裡面是沒有感情 牽本的 但是 可以是一些 你本身想著 跟別人合同 一起去做 一起去 一起去承諾 會去攜手 去進發的事情 但是 沒有了 火了 那 餘下的日子 就靠你自己去 沽身走阿羅 那這些會是一些比較 叫做 痛的事情 苦的那部分 的事情 那真的 根據你自己的 一些 上升公投 或者是太陽的 那個位置 就看看它會不會發生 OK 又或者 是 存在的伴侶 無論你是 已婚 就可以是你的老公老婆 或者是 拍了很久 戀愛拖的男女朋友 這樣 都有一些事情 是越來越覺得不合 OK 就可能真的要一刀了斷 違劍斬成師 或者 有一些 比較大的決定 你接下來 可能會去做 可能冷靜 就是 就算 未必說去到離婚 分手 但是可能大家冷靜一下 或者 給一些空間 大家去各自想想 自己的出路 OK 那都會有這種 這樣的事情 對 跟你存在的 那個伴侶 尤其是 就著 他的錢的問題 他的工作的問題 OK 或者 你們性生活 如不如意的問題 又或者 是就著 你們自己 的家庭 OK 那 例如 他會不會 不喜歡你媽媽 或者 你會不會 不喜歡他 哪個家人 就著這些問題 都是時候 要來一個 很決定性的時刻 好 這些全部都是 我所謂的 苦的狀況 那如果真的有 這些苦的狀況的話 接下來那些 變化 雖然會比較大 但是 其實 是天 讓你去散心 讓你去離開 這個傷心地 是什麼呢 你有機會會出走了 OK 會是 移民 最簡單就叫移民 或者是 搬 搬 你現在 本身那個位置 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OK 又或者 如果我當你們同居的 尤其是結婚 對不對 你可能會 叫做離家出走 搬回去梁家 搬回去什麼地方都好 對 所以 接下來會有這些大的轉變 但是 其實是 天給你去喘氣 而且 久了的話 你才會慢慢去感受到那個甜味 對 那真的 我會說是叫做 離開傷心地 OK 又或者 如果我當你移民 可能是 在外國 在外國有一份工作給你 OK 那你都不需要去到 即是歷史去到英國 申請了BNO才慢慢去找工作 真的 竟然有個英國公司肯請你 那你好像萬事俱備 申請BNO現在好像很快 對不對 那你就覺得 唉 真的順便去 不要去賭蜜斯人 不要經常困住在這個老地方 令自己感傷心 OK 就拋下過往的一切 那所以你看到其實 這些變化是可以很大的 是不是 搬出去 搬回去梁家 甚至去移民 因為外國有公司肯請你 但是原來就是 去沖探你 舊的感情上的失意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我希望你們 可以好好去 感受這種甜的狀況 那還有 然後 接下來可能會 養寵物 OK 還有這個寵物 你未必是 你本身一直說很想養 但是總之 有些機緣口合 真的押忍到現在這個時候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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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即是新的 即是生意 一個生意 一個習慣 以去沖淡 令你亡掉一些感情上的失意 如果有什麼 OK 又或者 忽然之間 真的在網上看到一些收養廣告 OK 又或者 總之 忽然之間 真的 興起了 勾起了一條 不知道怎樣的人 就真的 是時候去養寵物 又或者是種植物 OK 這些都是比較甜的事情 還有這裏 那個圖片的影響就會低一點 就不是說要搬出去這麼大 所以其實 綜合來說 甜的東西是很大機會會發生的 但是苦就不一定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農曆八月 其實 全女座的朋友 是多值得高興的 還有啊 還有啊 尾軟的 亦都有一些 東西 是你可以去學一下 但是 學過這些東西 有一點奇怪的 我又不會稱這部分為於 就是為之甜的 不過不是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處女座都是一個 挺出名的好奇寶寶 對學習都挺有興趣的 很喜歡學這件 學那樣 OK 以下這些事情 都可以令到你整個農曆八月 是 就是 樂趣滿滿 OK 還有說真的 是可以 如果你們 這個農曆八月去學 可以下講的事情 都是會更加是 事半功倍的 OK 還有 當你去 那句說話叫什麼 就是你類似化悲憤為 學習動力 OK 你用學習去麻醉自己 那又可以呼應 你那個苦的主題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 我講過的 感情的苦況去發生的話 你就可以藉著學習去 去麻醉自己 去忘記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是吧 好了 那去學些什麼呢 就比較 奇怪的 你學一些 首先 我講一個沒那麼奇怪的東西 你可以去學做瑜伽 或者去學Pilates 這些是不奇怪的 但是另外一個呢 你可以去學一些 跟性有關係的知識 OK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你可能去買一本 Kamasutra去看看 印度那本 愛經 或者是 或者是 學一下 學一些新的食療 去提升自己的身體性能力 深刻是跟性是非常有關係的 我們根據 那個生長來看見 OK 那又或者 就算我不要說到 好像什麼性 要在這裡悔癮 但是 你當作提升自己身體的精力 尤其是如果我當你真的做瑜伽 或者Pilates 這些 就是 比較柔軟的運動 這些比較慢 比較靜的運動 那 其實它跟第二個點 都可以是相通的 就是說 這些東西 你可以打通你 任督移物 通回你身體的經絡 對 你可以去學這些事情 對 而且這些東西 不單止是充實你的頭腦 亦都會令到你身體的機能 是變得更加好的 OK 那你真的可以去學這些東西 是不是很搞笑 我都 這件事不是我吹出來的 是在一個盤子裡 看到這些 真是說 是一些跟你 真是一些 生物的需要 你的那個 性慾 LIBIDO 這些有關的事情 你都可以去學一下 還有一件事 你可以去碰一下 就是 投資 一些金融 理財 那些東西 這個就沒那麼奇怪 祝你們 接下來 朝氣勃勃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e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那些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就是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 啦